罗小珍日本武士根本没你想象的那么英勇 我们中国人信奉身体贩富兽之父母 不敢会伤 笑之时也 俗语别有好词不如赖活着 多大点事儿啊 这么想不开 所以 自杀行为在中国人看来是懦弱无能的表现 是会被鄙视的 而日本人却与我们下下相反 他们认为自杀是一切的解脱 自杀者是悲情英雄 这种行为是值得赞许的 例如 我们在抗日剧中通常会看到这样一幕 日本军官战败后 高喊一声天皇陛下万岁 然后就把刀捅进自己的肚子 切负自杀了 这种自杀方式不仅让旁观者毛骨悚然 自杀者也会非常痛苦 因为腹部神经密布 小磕小碰就能让人疼痛难忍 更何况是用盗切 再加上腹部脂肪叫后 如果刀插得不够深 没伤到致命要害 自杀者就要忍受几个小时的疼痛 等血骂骂流干才能解脱 上吊 服毒 割腕 自杀的方式有千万种 日本人为什么非要选择最痛苦的一种 首先 当时武士的象征 用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更符合武士的身份 其次 在日本人心中 道骨非同寻常 是有道魂的 而道魂能够重拾自己的灵魂 因此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 灵魂并不位于脑袋或者心脏 而是在肚子里 而切腹 一方面能够释放灵魂 另一方面可以展示忠诚 我将打开我的灵魂 是污浊 是清白 请您自己看 当然 还能够震慑敌人 展示自己勇敢 那么 切腹的鼻祖是谁 传说在平安时期 有一个名叫藤原义的贵族 他白天保持着自己体面优雅的贵族形象 可一到晚上就露出残暴之鸣的夜幕 烧烧抢掠 无恶不作 东窗事发后 官兵包围了他的住宅 出人意料的 他既没有出来认罪 也没有潜逃 而是将所有房门通通打开 自己看胸罗腹的坐在大堂之内 悠然淡定的吹消 声音七月安安 取大 他拿起他的血量的武士刀 用力切向自己的腹部 然后用刀尖将自己的内脏扔向包围自己的官兵 在场的人无不称赞他英勇无比 就连百姓也被他的精神所震撼而原谅他了 因此 切腹常常带有些罪性质 无论你在身前犯下多少罪孽 只要你有勇气选择用如此壮烈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生命 就会被原谅 自此 切腹成了日本武士自杀的标准方式 打了败仗切腹 被冤枉了切腹 做了坏事切腹 主则挥庸切腹 主则驾帮切腹 子虽不孝切腹 总之 只有你想不到的理由 没有他们切不了的腹 但是 切腹虽然壮烈 但还不够极致 因此 武士们决定制定一套标准的切腹仪式 仪容 切腹之前要剃须理发 沐浴更衣 然后穿着白色和服 在装饰素目的塑料中 举行切腹仪式 眼神 切腹的时候不能闭眼睛 要敢于只是自己的内脚和鲜血灵魂 做姿 要微微前轻 要不然死了往后一倒 肠子内脚会留一地 很不体面 工具 他们发明了一种名叫内叉的短刀 上面裹上白布 避免手滑 还能吸血 刀法 第一刀横着把肚皮切开 叫一文字切 再竖着来一刀 叫十文字切 如果两刀下去还依然坚挺 那么武士还可以视情况继续补刀 但不管些几刀 人都不会即刻毕命 至少要忍受五到六小时才会去见天皇 这期间的痛苦可想而知 若不小心惨叫出来 那还怎么保持英勇 不是白受罪了 因此 借错人应孕而生 为了减少痛苦 保持体面 切腹者都会找一个亲信当自己的借错人 在完成切腹后帮忙砍头 给个痛款 头不能完全砍下 因为断头是不吉利的 叫死无权失 我国古代的刽子手 如果收了犯人家属的红包 就会在砍头时给犯人留一块皮连着 切腹的武士背后 举刀人就是借错人切腹异常血腥 痛苦 日本武士不想忍受切腹的痛苦 又想保留切腹的仪式以保留自己的尊严 因此 山腹应孕而生 只要武士用木刀 竹刀或者扇子 在腹部象征性的划一下 借错人就手起刀落 将切腹者扎手了 虽然是山腹 但对外必须宣称是切腹 因此 日本武士没我们想象的那么英勇 很多切腹都是虚假宣传 例如著名的赤碎事件 次17名女士被下令切腹 实际上他们都是被斩首的 但对外则宣称是切腹自尽 到了江户后期 武士直接服毒解杀 此后再解错 但对外依然宣称是切腹 可以看出 在很长一段时间一来 日本武士对切腹根本没那么痴迷 直到日本天皇和手下一帮战争狂为了对外扩张 为了让国民为他们卖命 他们把忠义和以此为荣结合起来 给国民疯狂洗脑 就这样 武士道精神渐渐演变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 最终将日本和全世界人民都引向了灾难 后来日本战败投降 一大批日本军人遵循武士精神 纷纷欺负以对天皇尽忠 可悲的是 他们用生命来效忠的天皇 却是他们如草芥 对外声称自己根本不赞成战争 他也很无能为力 日本天皇的无耻行径 彻底恶心到了美国政府 迫使日本天皇发表人间宣言 否认天皇是现代人世间的神的地位 承认自己与平民一样都是人 也会犯错 至此 日本天皇终于被拉下神坛 日本人的武士精神也随之隐落 但还有人脑子抽搐 比如三岛游继夫 他跑到日本自卫队基地演讲 妄图发动政变 呈现武士辉煌 但人们已经不信这些了 纷纷嘲讽他有病 三岛游继夫为了使糊涂的国民觉醒 决定剖腹 但他选的借错人技术太差 第一刀劈歪了 三岛游继夫肩膀和后背遭受重创 第二刀就劈歪了 三岛游继夫伤痕累累 第三刀终于劈中了脖子 但是没砍断 旁边的人看不下去了 冲上去就补了一刀 三岛游继夫这才得以解脱 而尸检报告显示 三岛当时疼得试图咬蛇自尽 图坏日本人几千年的切腹文化 就这样在闹剧中灭亡了 虽然没了切腹 但是日本人民的自杀率却没有下降 据调查 日本每年有几万人死于自杀 基本上十几分钟就有一个 日本还有专门的自杀森林 自杀圣地 日本政府甚至设置了专门防止自杀的机构 可情况依旧没有好转 也许是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和严峻的就业局势 让原本就内向压抑的日本人民更加沮丧 才走上自杀的道路吧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